哈囉,我是滴妹,這是兩分鐘育教室 今天要教你五個常見的感嘆詞 生活上真的處處都用得到感嘆詞 像是我們常用的 唉, A 或者是 B 都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每一種語言對心情表達的方式都不同 所以感嘆詞也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介紹五個最常見的感嘆詞吧 一, Yikes 一般聽到的人說, Yikes 通常會搭配一個同情 或者是,嗯,好可憐的表題 當你聽到一個很雖小或是很可憐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Yikes 來去表達你的遺憾 它有另外一個意思也就是表達驚訝 比如說,當你看到一個蟑螂的時候 你就會 Yikes My work got deleted because of the power outage last night Yikes, good thing I was only taking a nap at the time 二, Awww 這音樂很常聽到,尤其是我 非常常發出這種聲音 它就是一個 Oh 但是帶有很多的轉折 當是少女心爆發 或是看到可愛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講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Oh 可能也會當成可憐或者是可惜 所以記得要把後面的上下文聽完 再決定它是什麼意思喔 Awww, that is such a cute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Spongebob? 三 Meh Meh是比較近期才出現的感嘆詞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從心補身家庭而出來的 那Meh其實聽起來就是在表達一個 還好,普普,沒有什麼興趣的感覺 Meh, the food there tastes bad I'll tell my mom you said that, she's a chef 四 Duh 這個大家應該很會用 Duh 就是當有一個人問一個很智障的問題 或者是問了一個 讓人家充滿黑人問號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會有的反應 但是用這個的時候要小心 如果你跟這個人不太熟 就有點是在跟陌生人說 廢話嗎?的感覺 所以要注意喔 Hey, do you know her? She looks familiar Duh, isn't that your twin sister? 喔 這個聽起來應該很明顯在輕蔑別人的意思吧 Puh Puh Puh這個字感覺就是在對別人塗口水 所以呢,就很像是我們中文的 摺摺摺啊 或是呸呸呸的那種感覺 My son is the CEO of large company Puh My son is the president 那這五個最常見的感嘆詞 你們都學會了嗎? 你還會用什麼其他的感嘆詞?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兩分鐘餘教室將會持續更新 所以記得要點YouTube訂閱按鈕旁的小鈴鐺 以及Facebook的搶先看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喔 我是D妹,這是兩分鐘餘教室 我們下次見,掰